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就是这个 Roberter 终于抛头露面了 为什么他叫Roberter 呢? 小罗伯甘乃迪 大罗伯甘乃迪的儿子就是Roberter 名门之后 终于有一个 决定 没错 这次还不到我抛头露面 你认识了老爸 认识了老爸 这次全美国都看我头 因为这事件 实际上亦是 真的有机会左右到整个大选的局势 独立总统候选人 小罗伯甘乃迪 他是RFK 阿伯就是JFK 宣布 不再搞选举工程 转移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 这位名门之后 大家知道 他 非常聪明 两边走来走去 本来 你记住 因为他甘乃迪家族 他就是民主党人 后来就退了党 退了党 另外 这位 来自著名家族的 第三方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期间 因为 他亦是说 之前亦是做了一些很古怪的反妙 原来 这么快 他前天才说考虑这么快 已经是埋堆了 什么 好像他所说的 因为民主党那边 派人一直打电话 烦到他 立刻要决定 对 原来 金乃迪 我们叫他 免得大家去搞 罗伯仔 就在凤凰城 对一班记者和支持者说 我内心深处 不再相信自己 有一条通往 是选举胜利的现实路径 说真的 民主党道理都知道 是不行的 所以你说他是否想这样 但你觉得他有点像某个台湾地区有钱人 是谁 当时 完全没有先兆 郭董 郭台铭突然 突然 又找了 副手一齐 突然说要选 有钱人 对 他说 要做台版川普 做特朗普 他也是有钱人 他也是 又想 分庭抗例 和 郭文哲 和 郭文哲 对 郭台铭 还有 郭台铭做了一种身份 就是孙祖的契仔 他自己说 是 个个都说是什么契仔契女的 是 我所知道的 他说 我不是叫终止竞选活动 我是不再 是开展竞选活动 是暂停竞选活动 暂停就是不走 你都把票全部倒给他 他说他不想帮助民主党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 何錦麗是当选 小罗伯仔 他就在10个 他有可能成为 搞局的州份 很搞笑 他是将 可以搞局的州份 他就把自己的名字 剔取出来 在其他州份 他依然保留 是很搞笑 他说就说退选 他是局部退选 关键州份 他可以起到做王者的州份 他就剔了名字 这就等于 变相赌票给特朗普 其他那些很明显 是红州或者南州 他就不理 他说 他说 这么明显 有影响力的 他就剔 他剔了出来 就等于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没有影响力的就放在这里 因为没人理他 其他州份 他就保留过 是选票的 他就说 支持者 可以安全地投票给他 而不会 帮到民主党的 可能那些州份 就是共和党 找他他会赢的州份 所以他就不剔出来 觉得有些州份也赢不了 金乃迪 亦是 提交了退出 阿里桑拿州 选票的文件 为什么呢 摇摆州份 阿里桑拿州 阿里桑拿州 可能就是跟这个摇摆品州一样 是决定 11月 美国总统大选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摇摆州份 金乃迪 小金乃迪 也在 凤凰城 对着一众人说 我加入特朗普团队 是一个艰难的牺牲 但是他也说 如果他有机会在一个共和党政府当中 结束他 认为 一些叫觉醒浪潮的话 是值得的 即是他有些东西 他就不赞同 小罗伯 罗伯仔就不赞同 他就说 在一个 诚实的制度下 我相信我本来可以选举 而且可以赢得选举 你不要说这么大罗伯仔 你赢得选举 差很远 你七十岁人 如果 阿周 退出是没有缓后感 其实他是最年轻的 都70岁 最年轻的 罗伯仔就说 主流媒体 对他进行了审查 而民主党在多个州份阻挠他 被投票的名册当中 他就说 特朗普承诺 通过谈判结束俄乌乌战争 当然我们经常说 这个 其实谈判就是 缓乌和不缓乌之间 这个就是最大区别 所以 他就说 所以我支持他 亦都证明了 他愿 结束俄乌乌战争 他才是 竞选合理的 赢得竞选合理的人物 罗伯仔 50分钟后就离开 说完他说话就离开 没有任何的 接受记者访问 昨天晚上 他出现在鄰近的一个 集会当中 当然 看见了 特朗普就在集会上 跟他握手 特朗普就说要多谢 Bob 因为这个是Robert 是 暗称就是Bob 或者Bobby 或者短称 Bobby就是暗称 非常好 特朗普在前往阿里桑拿州之前 就说到 Robert会支持我的 作为一位名门之后 他真的挺搞笑的 他有些东西就很左 但有些东西就很右 对于环境 他就是坚决的 因为他是环保律师 但是对于 反苗他也很坚决 他坚决支持反苗 这个人是 挺奇怪的 当然 JK罗林 有些人说他是左翼 很多议题 他跟左翼 唯独是对 是这个 没错 他70岁 仍然 他说自己是政治局外人 他曾经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 想着参加总统竞选 但是去年10月他就退出 转移成为第3 方的候选人 即是独立候选人 大家知道Robert仔 这个姓氏 几乎跟民主党等于同意词 小罗布甘乃迪 就是 JFK 即是罗布甘乃迪 的子 和 是约翰金乃迪的 阿札 当时约翰 就是 总统 他父亲有机会选总统 但未选之前就没有了 两个都被人行识 他父亲就是司法部长 Robert仔 其实他在 民意调查当中 都是很低的 一些州份 很低 只有两位数 那些他没有影响力 那些他就说 你继续投 金乃迪家族的很多人 对于这位成员 退出民主党的行为 是 非常生气 和谴责他 那当然 Joe也叫 賀錦麗接受 金乃迪家族的小罗布 Robert仔 现在 就是要支持川普 所以 美国媒体就说 这是民主党的宫廷政变 我觉得这个就不准 因为他很早已经是这样 但你可以说他当时是第三方 没有说是赌歌 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说真一句 他走出来就已经预计了 对 是吗 刚才你说政变 Joe的那个更加刺 是 换灯 没错 还有那天有记者问佩洛西 你会不会和拜登导致 我做什么 我没错 说真的 他也没有 公开表示换灯 叫他自己决定 但是这句话就已经证明了你不支持他 应该说 如果你真的支持他 我支持他 叫他不要换 不要走 对吗 也有人说他 对呀 你说真 你说政变的话 好像 是佩洛西茨 对呀 没错 民主党候选人组合的变动 亦都进一步 削弱了 小罗布金乃迪的支持率 罗布仔曾经受益于 那些对拜登和特朗普 是不敢兴趣人 即是第三方势力 那选民对于罗布仔 了解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不喜欢他 其实现在 他帮特朗普 究竟是怎样呢 究竟会不会是 帮特朗普差 其实帮特朗普应该是好一点 拿回1-2%的票 现在 拿了 罗布仔的票之后 相信他和 何锦丽就真的可能是五五波 这次选举非常紧致 那当然 这个罗布仔 亦都被批评 是知名的阴谋家 他的 逆向外交政策 和长期反妙 亦都是 吸引到反建制的选民 但是 他面临着主流的鄙视 甚至嘲笑 今年五月 罗布仔 他说 他十年前 曾经遭受到老墓 因为 是一种由寄生虫 吞小了他大部分 老墓而引起 这应该是什么都不懂的 是不是真的 你说这些老墓 这些问题 你都康复得很好 反而 阿周好像有点 坦白 你康复得那么好 你也知道要选特朗普 是吗 是呀 大哥 老墓 怎样反妙 你如果说老墓 这个问题 我觉得 阿周好像 也要看一看 是呀 不过不用看了 因为他很快就不做了 这个 罗布仔最近也成为了深夜电视 喜剧艺人 以及 是社交媒体讽刺的对长 因为他说自己在2014年 恶作剧式 这样将一只 挂了的蚊 放在纽约市的中央公园 另外 7月份的时候一篇 杂志文章也指控他 曾经 几十年前对一位 是家庭保姆 做过一些 不好的事情 在这个 播客当中 那些节目也都被指控 你不是一个 喜欢去教堂的人 你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未告解 但是 有样东西最搞笑 是罗布仔他就 说自己 我从来都不会是 失面子 好的 看看别人怎样看你 跟拜登和特朗普的三方民调查当中 他的支持率 最初很厉害 有10%到11% 考虑地下跌到 在2%到4% 其他人一起综合 其实2%到4% 真的可以阻碍到这次选举 是的 如果可以做王者 罗布仔也说 特朗普 已经提出 招务他加入 哦 求官 是吗 招务他加入 政府 此时 特朗普也承认 我和 罗布仔交流过很多次 但最近没有 之前有 特朗普也告诉 CNN 如果 罗布仔放弃 美国总统竞选 并支持我的 我对他 参与我的政府 持开放态度 当然你先赢了 你先赢了 罗布仔的答档 是 沙立汉 实拉衡 其实 他也说 现在 罗布 如果要担任 原来他求官 蛤 你知道他担任什么 商务 不是 一个反苗分子 叫他担任卫生的官员 挺搞笑的 是的 哈哈 这种 想不到 但也对他的支持者 是一个 一个承诺的 是的 找反苗的人 做卫生部长 证明了 我们 反苗的立场 是多么坚定 是 罗布如果担任 卫生与 公众服务部长 一定是个很出色的官员 罗布仔就说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下属的机构 好像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CDC 疾控中心 以及 食卫局 FDA 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已经被企业利益 控制了 令到他不断掠夺美国公众的利益 所以他要整理 他要整理 看看 特朗普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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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的名门 他很喜欢重复的名字 对 特朗普的中年 特朗普的家族 亦规定了这样 用之前的名字 他有一个规律的 特朗普的小子 特朗普的小子 特朗普的保守派 特朗普的小子 其实这个小子 班农也去过 现在虽然 特朗普没有说班农 其实他们家族和班农 现在很多班农 都要进去 是吗 他在某个主要 以三个字为代表的 实体或者任何的实体 担任某个角色 就会将他颠覆过去 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可能是CDC和FDA 或是CNN 三个字 对 对 哎呀 那民主党怎样看呢 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顾问 这个Reed Ramsay Reed 他就说 Rober 从一开始就扮演一个搞局者的角色 通过从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夺取选票来帮助特朗普 他亦都说 原来他之前和班农都已经打了龙通了 不过也像 Rober仔也像那种人 他就被班农 等等的Mega 这些组织招聘竞选 他的竞选 也得到了特朗普 之前的竞选 原来得到了特朗普最大捐 捐助者的支持 亦都是模仿Mega 对拜登 和赫錦麗的攻击 之前拜登未退 星期四 民主党是全国代表大会 一些代表就期待 这个Rober 退选的 当然 他是不是打算退选 我想 始终他民主党出身 会不会他们都已经收到封 这条死路都是跟特朗普 好像赫錦麗也没有说到这个Rober 是不是免得跟他激奖呢 也有可能的 但是他也同时 根据Rober仔所说的 很多民主党的人 召唤他 是 你也看到 因为他有样东西反苗 跟Mega的人 是很合适的 是合适的 是 没错 他就跟Mega的人很合适 所以你看到 他可能就加入那片阵营 好像对他来说 适合一些 反正 他有他的选择 随着选举日子近了 大多数选民 就回归主流政党 所以Rober 为什么他的票 是跌 他们不寻求独立校选人 尤其是 拜登一退选 其实民主党很多基本盘就回来 当然也要看看 这个尾巴冲突搞成怎样 是吧 一回来的话 我相信 Rober仔 你说对 何錦麗冲击有没有 但是 可能 冲击就较小了些 因为始终 何錦麗看来的势都比 阿祖 阿祖就是做差了的势 是吧 现在误播了 不知道之后会怎样 走势怎样 真的不知道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